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胞胎哥哥尼克以及佩基和他的男友 另外还有一对暧昧的兄妹 六个人开两辆车去看足球赛 路上遭遇堵车 不得不扎营 就在众人嬉笑打闹之时 一辆卡车开着大灯直对着他们 大家很不安 尼克用酒瓶砸回来大灯才肯离去 第二天 他们发现车被人做了手脚 丛林中传来一股浓烈的恶臭 于是女主前去一探究竟 结果差点栽进一个填满动物尸体的乱葬坑 这时一辆小车出现 和一个戴着帽子的猥琐大叔 于是卡丽和男友跟随大叔去买修车零件 在大叔的引导下 他们来到了一个异常安静的小镇 到了目的地后 他们发现这里安静的出气 街上没有一个人 加油站的员工也不在 无奈只好在镇子上瞎转悠 来到了教堂 遇到了加油站老板 波 波说再给家人做葬礼 让他们在加油站等半个小时 无聊的两人继续瞎逛 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一家蜡像馆 男友惊讶地发现 这栋建筑居然全是由蜡像做出来的 出于好奇 推开来标有以关门字样的蜡像馆的门 真是好奇心害自貌 没事为何要进人家蜡像馆呢 这下好了 怪事慢慢发生了 蜡像馆里的蜡像栩栩如生 简直于真人一模一样 波给他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镇上一位医生的太太 是个做蜡像的天才 做梦都想开一家蜡像馆 后来他们生下了一对连体儿子 丈夫用手术将孩子分开 结果老大很漂亮 但老二的脸却连在了老大头上 于是老二成了丑八怪 后来孩子的妈妈得了脑瘤 疯了 爸爸绝望之下开枪自杀了 两个孩子也被送进了孤儿院 随后拨带他们回自己的家拿零件 遍了一路的伟德要借厕所用一用 释放完 这祸居然在别人家里 拿起标本和医疗器材 自顾自地把玩 房间灯忽然熄灭 一个女装变态 用剪刀挑断了她的脚筋 并把她带到了地下室 随后将伟德活活地做成了蜡像 直到做成蜡像的时候 伟德还活着 这一幕后来被卡丽和她的哥哥看到了 除了伟德外 佩奇和她的男友也被杀 另外一对兄妹也没有幸免于难 尼克带自己的妹妹 一波疯狂打斗 波最终被卡丽用棒球杆打死 蜡像管燃起了大火 波的尸体跌入到地下室里 大火中 蜡像的脸开始融化 尸体的骨骼和腐败的肌肉 在火中展现出来 文森戴着面具 吃刀追杀卡丽 也跌入到了地下室 摔死后 趴在了哥哥的尸体上 兄弟俩又回到了他们出生的样子 两个人的身体连在了一起 六个大学生 最终只有卡丽和他的哥哥尼克生还 其他的全部死亡 更恐怖的是 整个小镇的村民 全都被制成了蜡像 尤其是教堂里的场景 这些人的动作举止 于波和文森母亲葬礼时的样子 一模一样 当卡丽不小心打断了蜡像的胳膊时 露出的是血淋淋腐烂的肉体 警察最后赶到 好像遇到这样的事 警察总是最后赶到 警察告诉卡丽 这家子除了变态双胞胎外 还有一个儿子 突然间我们发现 那位处理动物尸体的大叔 也就是引导他们走进小镇的人 手里用的刀 开的卡车 与变态杀人狂 是一样的 小镇上 唯一活着的生灵 是那条卡丽在拉象馆 见到的狗 当时被韦德当作成拉象 差点被咬 而这条狗 竟然也是处理动物尸体的那位大叔的 这位大叔坐在车上 向兄妹挥手告别 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 这部电影 形象细腻地展现了 由真人做成拉象的全过程 包容修补刀伤 把人质的身体 结实地捆绑起来 以便 当滚烫的辣油 浇在活人的身体上时 不能喊叫 当尼克和卡丽 发现韦德被做成拉象后 还在试图 侦破那层辣衣 但是 这么做 只会令他的皮肤撕裂 露出血淋淋的肌肉 和内部组织 此时的韦德还活着 惊恐地转动双眼 整个场景 令人浑身发麻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恐怖拉象管》 想要电影资源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